《中华圣人朝圣地》 大家好,我是吴伟利神父 我是板教中华圣人朝圣地的本堂神父 以前叫做若王堂 欢迎大家随时来参观我们这个小地方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各位教友,我们听到耶稣说 你们听到我的声音,永远不会饿 各位教友还记得 在十星期我们今时,我们吃得少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好像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比较容易打开我们的心,为天主的安息 在我们的生活,我是外国人 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小的时候今时就很严格 所以我们都会记得那时候的不舒服 但是这些不舒服让我们更了解天主 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 我们会有很多不舒服的故事 不舒服的时间 我们觉得这个要快一点过去 我不愿意在那个难过生活 但是耶稣没有 耶稣打开我们的不舒服 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痛苦 为祂的安慈 耶稣说,假如你不舒服 假如你肚子饿 你就知道,就可以更更接近耶稣 打开你的灵魂 耶稣要把我们的饿 从身体到我们的灵魂的饿 但是祂会充满我们 这个就是复活祈的故事 复活节的道理 打开我们的灵魂 为天主给我们的食粮 给我们的面包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一个人在这个路上 就知道耶稣他会给我们 在想不到的事情 不愿意的事情 不舒服的事情 他都与我们同在 尤其是我们参加弥撒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痛苦 是耶稣离不开我们 是我们感谢耶稣 在最后晚餐 跟祂在一起 祂给我们永恒的食粮 阿们 本节目由光气社 媒体福传 以爱还爱 影音工程计划赞助播出 2020年 耶稣会是南淮人传 需要您的支持与赞助 请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过电架02-2771-2136 转200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